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四级 震得花莲的民众一阵心慌 在规模五点五地震结束后 同一个地点相隔两分钟 晚上七点又有规模四点二的余震 气象局地震测报中心推测 可能是引磨作用导致地层拉扯 那初步看起来跟这个分育兵海板块 引磨到欧雅板块底下所带来的这个能量释放 有蛮直接的关系 未来我们不排除有规模四点零以上的余震会发生 有三起前程的地震都在那一带 但是相当前都差不多在十公里左右 白天的这个前程的这个地震的构造 发生成的这个破裂的构造 对是有可能 地震测报中心表示 镇央所在是地震的耗发区 不排除未来三天的观察期 余震后会有期 华视新闻黄敏惠方启年罗大伟张正慧张义军 台北花莲宜兰综合报道 我是陈雅玲 想要跟我一起丛林掌握天下事吗 赶紧按下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的订阅按钮 开启小铃铛 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 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